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这样细心的这样在学习中 我们才会进步 那即便我们做得出来 我们都要用这样 那何况有一些医学 已经做不出来 每一次像这种轻重症 还在摸索的 那他们更应该怎么样 用谦卑的心 跟患者学习 所以我说 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绝对不是口号 随时要放空 随时要懂得跟患者 他来考验我 我们每一次都是用这样 学习的心态来学习 而不是怎么样 傲慢的 高傲的 哎呀 你来 我在帮助你 我上 你下 我再施舍给你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现在的 我认为医病的关系 常常会这么紧张 这些都需要改进 好 这是延伸的话 但是也确实 医学的法 不够完善是事实 谁都是一样 随时都要改正 因为它是要服务患者 那你要服务到最好 当然都有很多改良 你看那个手机 都有一代 二代 三代 一直在研发 不是不能用 而是怎么样 要越改良 越怎么样 让使用者越方便 同样医学不就是这样吗 什么事情不都是这样吗 所以追求一个医术的完善 我认为不止轻重症 在到重病的时候 也应该用这样的心态 随时保持学习 所以这一堂课 我其实感受蛮深 为什么 我很担心旧有的志工 因为我教了那么多年 有一些都停留在早期 那问人家都说 我有跟张医师学过 我有听过他的课 但我从来没有说 哪一个是我的学生 我都不敢讲 很怕你们早就生锈了 然后观念是停留在过去 甚至手法也没有经过我考核 然后去就这样推了 我都很担心 我如果一承认我的招牌 随时会被你们扎掉 有没有可能 有啊 我很担心 所以我说这个动力 大家一定要有 随时保持 这里我不得不提陈经理 他说这一场 是他跟我已经听过第几场 40场 而且都是大课 像这种三天的 而且他生在美国 是这样跟 所以你看很多案例 很多美国做出来 因为随时跟他们 随时在用法上随时调整 而且都是最新的 那很多人还在用我的旧资料 做起来会 当然有些还是做得出来 但遇到比较困难的 他时间就拉长 甚至有一些不一定就做得出来 好 那我们轻重症 这样一路变下来 大概我后面那一句话 你们也大概知道我的意思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下一段 好 这是昨天的总结 那我们现在来看 什么叫重病 二 重病的分辨 一 症状不论轻重 只要有热能严重不足的 体力虚弱病症 极为重病 二 重病若又出现 体力下滑 愈来愈弱 即表示热能严重耗损 显向已现 虽没有立即生死之余 但短期恐难以恢复 三 重病若已恶化到 食不下 排便困难 暴瘦 高烧 腹泻 全身无力 身体水肿 气喘 呼吸困难 眼神呆滞涣散 昏迷 不能表达等 体力急速下降的病症出现 则表示热能即将耗尽 命危已现 好 我们从这三段先来解释一下 前面讲的是轻症到重症 对吧 轻到重 那不管你是轻症或是重症 只要有一个什么 病症的体力虚弱出现 什么叫病症体力虚弱 我昨天也举了很多 比如说行动迟缓无力 还记得吧 异常疲惫 面无光泽 然后讲话有气无力的 还有肢体冰冷 有没有 发抖 甚至水肿 这些都是属于病症的体力虚弱 只要有一个出现 通通把它列为重病 那为什么要列为重病呢 我昨天也有讲过 因为这个已经 任何一个病症出现 就已经显示这个患者已经怎么样 热能严重不足了 不管是短期的热能还是长期就这样 你也不用管 因为当下是这样 我如果再不小心 可能按推 把他的肾一热能就耗掉了 都有可能 而出现危险 有没有可能 有 绝对有可能 如果你们听过 早期好像 有一个 他去针灸减肥 简单讲 那减肥的过程中 扎完针 他就怎么样 休克了 休克了 医师就很紧张 结果叫 一一九来 结果送到医院 还是往生 那你看光扎针就出事 肥胖的只是希望扎一下针 那这个患者 我相信 他不会平白无故 这样突然间出现症状 他一定有怎么样 来到 要减肥的时候 医师没有注意到 他一定有什么 病症的体力虚弱出现 只是医师疏忽了这些的观察 那中医应该也不会观察这个 所以才会 有时候扎针就什么 晕针 有没有 突然间就晕倒 那个也是属于 而且晕针是蛮常见的 那为什么 这些患者来 他本身体力就虚弱 所以遇到病症的体力虚弱 他都有风险性 所以只要有一个症 我都把它列为什么 重病 你看轻重症 他有体力 我绝对不会出事 但只要有体力虚弱 你哪怕是轻症 我都会怎么样 特别小心 所以这就是我说 到了重病的时候 你们在处理上就要怎么样 小心了 而且重病的处理原则 是以怎么样 以内外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那轻重症刚好是怎么样 相反 他是以按推为主 然后以内外热源为辅 有没有 昨天都有讲过 好 所以第一个重病 他是这样 那这个一般重病 你只要不处理错 不会出事 但有些病人 你看他不只重病了 然后体力越来越虚了 越来越下滑了 你就要小心 这时候表示他已经在恶化中 那这时候他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 显向已现 你就危险的信号已经出现 表示他的生命已经受危险 威胁了 你不能再轻忽了 是这个意思 但到了第三条 你就 你就更 更不得大意了 因为这个会死人 到这一条来 因为怎么样 你看他已经很虚了 体力又在下滑 然后出现吃不下 吃不下不是不能补充 那不是就是越来越糟吗 然后你又看到 什么排便困难 那排不出来的时候 已经整个代谢功能都出了问题了 表示他已经又有一些情况告诉我们 要注意了 然后你看又暴瘦 类似这样 那万一又感染呢 高烧呢 是不是更加危险 那会死人的 人很虚又高烧 那高烧也是在消耗热能 这个都要小心 那腹瘦 你看已经很虚了 吃也吃少了 结果又拉 正常人拉还没什么关系 可以拉个一两天没关系 那个很虚的人 你叫他拉 那两三次可能就快挂了 我跟你们讲真的 所以面对这种 都要赶紧处理 好 全身无力 我们昨天讲的行动无力 他已经到全身无力了 是不是更加危急了 身体也水肿 我说水肿 只要一出现 就不得大意 那个都已经代表怎么代谢功能 已经差到极度了 还有呼吸困难 气喘 生命在淡系间 呼吸间 呼吸只要一停 就挂了 所以这个有时候都要赶紧按推急救 还有 到了眼神呆滞患散 昏迷不能表达 已经昏迷了 你看植物人有没有昏迷 但昏迷不代表会死亡 我跟各位讲 但是这个已经代表怎么样 很危急 因为它的热能不够 让它整个正常运作 所以它也不大能表达 即便它是清醒的 有些植物人是清醒 但它不能表达 你看起来就像 它还是昏迷 昏碎 有时候不一定 那这个都是表现出热能 已经都快耗尽的命危现象 那只要这些出现 然后加上它平常就体力一直很虚的话 这些一出现 我建议各位 绝对不能大意 那个稍微不慎 它已经走在怎么样 悬崖峭壁上 稍微不注意就怎么样 整个掉落下去 就无法挽回 但我写到这里表示怎么样 这里只要它不挂掉 然后用法得当 患者也愿意配合 有没有办法 回到健康的状况 还是有希望 即便这么严重 我认为原始点都还是可以 来加以抢救 这些都还是没有问题 只要人活着 就是有希望 但是已经算是怎么样 蛮危急 大家都要非常小心 好 那这里我都解释了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论述 重病主因 使热能严重不足 处理上 先以外内热源为主 后以按推原始痛点为辅 不言而喻 治病最重要的目的是 为了保命 其次才是解除症状 而热能 正是维持生命的主要因素 由于体伤表现在症状 热能反映在体力 故研判重病的好转与恶化 观察体力虚弱病症 远比其他症状更为重要 也就是 经治疗后 不论症状有无改善 如见体力渐渐充足 则属好转 反之 如见体力渐渐衰退 则属恶化 重病患者 如果病情恶化 而出现险象或命危 其因多有错误生活习惯造成 患者必须反省检讨 通过运动 休息 及良好心态 并注意饮食及温敷 必要时 可用姜汤灌肠 直接温暖腹部器官 以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间接疗愈 本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此外 不仅要配合按推原始痛点 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还要尽量避免 侵入性治疗 即禁用任何含量性药室 包括各种点滴 如葡萄糖 食盐水 白蛋白 抗生素 利尿剂 唯有如此才能转微为安 重获健康 好 这一段论述就是准备把 这些命危的患者 怎么救过来 第一个 他一定到重病的时候 我们处理第一个原则要怎么样 以内外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这个是必难的 然后再来要考虑到的 就是 会不会死是看热人还是看症状 体伤 热人啊 体伤不至于会死 真正会死的是热人耗尽 也就是没有电力 你设备再怎么运转都动不了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事 只要有热人 起码部分的组织器官还可以动起来 还不至于会刮掉 所以这时候热人应该是最重要 那没有热人就完了 所以我们到这里来 我们就说 一个患者怎么会到这样 当然很可能是 我这里说是患者的生活习惯 可能要检讨 但是同样 我们的医疗有没有完善 要不要检讨 有可能它会造成这样 我们原始点使用不当也会 对吧 西医的处理方法或中医的处理不当 会不会也可能会 这些都是因素 我们只是稍微提出到了重病 因为命在患者 我这样就是让患者要有一个怎么样 警惕心 你不要再想别人能够救你 那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态度 因为你自己已经病到这样 我常常讲一句话 你把自己身体搞成这个样子 那你有种就把它再搞好吧 不要老是说别人能救你 不要靠这样 一定健康还有生命 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个才是真实的 你靠谁都没用 要有这种心态 我写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这样 然后不是说医师什么都没有责任 千万不要这样想 我刚刚在轻重症已经讲 医到重 患医者也要有怎么样 细心学习以并维持这种态度 然后随时观察 然后细心照料 这样才有转机 然后我进一步提出 还要怎么样 不只内外热源使用了没有效 你还要考虑到 这时候没有效的时候 还有什么能用 比如我上面有提的 腹泻高烧 它如果发生了 如果说温敷也没效 喝姜汤也没效 因为它肠胃已经出问题了 也不能吸收了 按推也没效 按推不可能让腹泻止 对吧 我们病症的体力虚弱 说只要有腹泻体力虚弱 有没有 异常疲惫 多数本处体伤 那你按了也没有效 它也止不了 然后内外热源 叫它运动 它可能拉了几次也动不了 那你还叫它说 你就是没有运动才造成的 那是医者在推卸责任 对吧 这个好像你要求的都照我原始点 这样去要求患者 其实那是不合理的要求 没有考虑到病人的那个身体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还有什么办法 对 就是我最近讲 灌肠 直接姜汤灌肠 唯一的旧法 为什么 我刚刚已经讲了 热源的使用 如果本处体伤 直接有效还是间接有效 绝对是直接 那你看 如果你这时候它已经拉肚子 你温敷也没效 那喝姜汤也喝不 喝进去也不能吸收 内热源外热源都无效 那你叫他运动 他也动不了了 是吧 然后你叫他心情要愉快 他怎么快乐起来 这也不用说了嘛 那叫他休息 他都一直拉 随时要拉 你叫他怎么休息 所以考虑到这时候 唯一的解答只有一个 灌肠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近提的 直接进去 然后真正会使人的 你看白内障会不会使人 不会啦 但这里肠胃的问题 包括梗阻啊 堵塞了 会不会使人 一直拉肚子会不会使人 也一定会 所以这个时候 真正救命的是灌肠啊 所以我为什么 所有的温敷 我把灌肠看得怎么样 特别重点 也就是以前 几乎原始点在发展的过程中 很多都可以治疗的 包括肠胃也可以治疗 但到了这么严重的时候 你温敷有些事没有效 我也观察出来 温敷按推都没有效 连姜汤都进不去的 我也遇过 所以他唯一解答 刚好只有一个 从肛门灌肠 这个在突破 几乎原始点的灶门 都堵住了 也就是你看哦 这个肠胃的问题 从胃到下面 这里的所有问题 你有时候喝进来 进到这里 它吸收就不了 差不多 盐水你已经救不了进火 那到这里来 它已经将 又不能吸收 甚至喝不下去 它就几乎 这里都没办法 内热源已经失效了 然后温敷 又没有效 你不管用姜粉 泥姜泥什么 涂都没有效 有没有可能 有 真的它隔着 厚厚的里面的那些肠胃 真的是进不去 就好像你白内障 你一直这里温敷 然后剃光头也好 你一直涂姜泥 你不如是直接姜汤 直接洗眼就更快了 同样灌肠也是这个意思 你外热源有时候进不了 然后它就在命在旦夕间 你这时候都来不及 这时候它如果一直腹泻 然后你一直温敷 它还是泻给你看 那你难道眼睁睁看它死吗 这时候唯一一个方法怎么样 灌肠啊 所以我这里就讲 直接灌肠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那这么重要的一个概念突破 这是一个医学大的重大突破 你知道 因为你喝不进来 我说过了 吃不进去 对吧 那你只有从下面怎么样 上来啊 只是嘴巴 比较好吃 你可以控制 肛门你叫它打开 打不开 所以它还要有一些工具 那是合理的 那我们在我们的看法 根本是一个很正常的 你包括你吃东西 你也要用汤匙嘛 所以有些人说 这个是侵入性 我看不要管那么多 救人为主 你不要管太多了 这时候只有一个方法 你就是想尽办法 让这些姜汤进去 而且我们用的是一个 温暖舒服的概念 根本也跟 一般外面的 我说的灌肠那个想法 完全截然不同 就像我们在按 我们的按一条脊椎七处 我们的想法跟外面的 经络按摩 有没有一样的想法 看似一样 形体一样 但里面的想法跟内容 还有它的疗效 完全都不一样 同样是这个概念 那这个是一个大的突破 我说医学绝对没有想到 还有这么一招 要不然你拉肚子 你怎么处理 有什么人止血 我当医师这么久 我真的还没有方法 你说药有多厉害 那时候拉肚子 肠胃也不好 也不能吸收 你吃什么 再好的中药 你都不能吸收 对吧 那你温敷又进不了 连我温敷24小时都进不了 那爱调 一小时烟雾弥漫 能治得了吗 那更不行啊 那不就是完了 那西医根本没有热人的概念 那难道你眼睁睁看患者走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突破 我只能这样讲 所以到了重病危急的时候 我不得不把那个灌肠 直接写到这里来 提早写 要不然这个是在后面才会讲 在重病处理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重病了 会命危了 然后到了这里的时候 还要患者 如果有这么危急的 我们就是想尽各种办法 原始点 之前也许还有一些法 还没有完善 但到了这一个克服了之后 我就觉得应该差不多了 这么危急会死人的 我们也有方法 你说还有什么 我们找不到方法 那越来越完善之后 因为到命危的时候 变数太多了 包括患者的饮食错误也会啊 包括他三心两意啊 他对原始点的不相信 他一边求助于你 另外一方面偷偷摸摸的 又去打点滴 有没有个人 真的有啊 你不知道患者是很难搞的哦 尤其哦 那个越发达的国家 西医越兴盛的地方啊 几乎民众都已经被洗脑 他好像西医 明明知道也没办法 然后他就又来找原始点 那找了原始点 又开始怀念旧情人 然后一边跟你谈恋爱 然后一方面又想着对方 然后白天跟你谈恋爱 晚上又跑去那里打点滴 那你认为这一场爱人谈诚吗 所以我都觉得太难了 变数太多 所以我们要讲清楚 你要真的相信我 那到已经热能都快耗尽 都快死了 所以尽量不要有几种 你即便要去找旧情人 你也要告诉他 去可以 但不要去侵入性的治疗 因为一割了 有时候体力就完了 我这个也看过很多 然后还要怎么样 禁止他打各种点滴 因为患者很多都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反正你们太慢了吧 我去看看补充血 打个点滴吧 或是什么白蛋白吧 听说也不错 对肾脏很好的 但殊不知这些葡萄糖啊 这些看似好像食盐水补充的 全部是寒凉 那你到最后那一刻 热能都快耗尽了 你再打 很可能打一打就挂了 在这个过程 所以我相信你们都听过 打点滴 有没有死人的 绝对听过 那怎么 这些点滴 看似没有什么危险性啊 那怎么会死人 因为寒凉 会消耗热能 所以你到了重病 你这些不讲 还真不行 要跟患者都讲清楚 那生命是在他 我们有责任要讲清楚 如果我们讲不清楚 他糊里糊涂的走了 那你心会不安呢 那我们讲清楚了 他明明白白的走 那我认为跟我们没有关系 因为我该讲的都讲 那讲完你还去找旧情人 那我就没办法 是吧 所以 这里 每一项到了这里 我都觉得 都生死交关 你该讲的 该叫患者进的 一定要很严厉 因为你不讲的很严重 他可能 没有关系啊 我可以打个点滴啊 什么补充一下 我跟你讲 有时候去 一去就不回来了 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所以这些都要讲清楚 所以我到重病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都一定要写清楚 所以最近也是把这些都改 改得更加严谨一点 好 那我们讲了那么多 我想还是放个案例来 像这么严重了 那我们怎么来处理 好 我们来看一个白血病的 从今年的1月6号开始 从晚上流鼻血 然后流到隔天 然后隔天之后 我爸就带我去医院检查 因为小诊所没有开 所以就要到大医院 然后大医院就是要抽血嘛 检验出来就是 白血球有8万 后来又送急诊之后 又再检查一次 变40几万 然后来到台北原始点 做重症咨询之后就 每天早上 9点10点去爬山 然后中午就回来休息一下 然后下午看张艺师的光碟 然后就按推 温敷和姜堂 回家在正常的作息 从刚开始 刚来的时候 我只要爬楼梯 爬1、2分钟就很喘 然后到了第五周的时候 就可以登上 1950公尺的九五峰 然后一直到现在 体移都还在继续恢复当中 直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 下来假日的时候 就会从内湖 然后走三路 一路走到故宫去 全长大约两个小时 也不会觉得累 到晚上的时候 还去逛摄影夜市 去年一月我儿子把你学病 那七月在... 七月底的时候是病危通知的 那病危通知好不容易 一个礼拜后到了 那时候出了病狼 那时候他拜托影夜市 那我前一天就说 我帮你抬牙医 他原本那个商大号小孩 都要在床上 因为他没办法下床 然后跟他坐下床 他说要下床 要上厕所了 那我说好 下床 那我还扶他走 那天他上厕所 我要帮他签通 不用钱 那上厕所回来跟娘说 爸 这什么东西 你不会教我 我说 哎呀 又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我会这个东西 那我到台北上中证咨询的时候 找张艺琪 张艺琪说 那你学多久了 我说 我认识五六零 而且我自己学我都不相信 结果一路上走过来 真的有些人很好用 很神奇 谢谢张艺琪 这个血癌的患者 他已经在医院 治到最后已经怎么样 半昏迷 大小病都在床上 那西医也已经发出命违通知了 然后他们就回家了 这时候会不会死啊 其实医院也已经没办法了 真的那时候 他们应该所有方法都用尽 那他爸爸刚好突然间想到 过去阴言还跟我有一段 学过原始点的阴言 所以还懂得把他孩子带来台北 结果 现在他孩子好得不得了 现在都已经恢复读书了 那他爸爸也很勇猛 这里还有他的 他爸爸做了一个 癌症那个颈椎痛的案例 还来不及放给大家看 所以到了半昏迷 大小便都在床上 已经几乎没什么力量下来了 然后你看那个眼神 很空洞 面也无光泽 这个是不是已经很严重了 会不会死人啊 这个已经病危了 连西医都看得出来了 也知道没有用 结果最后还是就回来 两个月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胆管癌的案例 梁先生73岁 驻美国旧金山 2011年检查出罹患胆管癌 动手术割了胆 因为胰脏大肠未有感染 也割了一部分 手术后做了半年的化疗和电疗 2013年癌细胞原位复发 再做化疗和电疗 这一次做完化疗后 体力严重衰退 体重减轻 食欲不振 而且手脚变黑 2014年2月20号 第一次到推广点 脸色发黑 化疗和电疗的副作用 手心手背都变黑 脚底和指甲也严重变形发黑 2014年2月20号 开始接受按推 一星期三次 太太也学手法 每天帮先生按推 温敷煮浆水 两个星期后 志工拍摄脸部和手脚都不再那么黑 体力也逐渐好转 两个星期就看到效果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后 手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后脚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的变化 梁先生更加有信心 半年后 体力大幅改善 复诊检验报告 一切正常 半年前发黑的手 半年前变形的脚及指甲 半年后恢复正常的脚 半年前的气色 半年后气色红润 一年多了 江水按推温敷运动都没有间断 每星期还是到原始点的推广点报到 现在体力很好 能吃能睡 感恩张医师发明原始点 造福病苦的人 更感谢志工们为他服务 一年多的无私奉献与爱心 2017年9月 后续追踪 2014年2月 开始做原始点至今 坚持运动 身体越来越好 已经电疗化疗到这样的脸都浮走 也变颜色了 脚也是 这个是全身性的 然后体力也很差 这个有没有危险性啊 会不会挂掉 处理不当真的会挂掉啊 结果你看慢慢这样调养 到现在应该很健康 你看那么多年了 事实上健康就是从生活慢慢改变 你看他最后还是靠运动 靠自己 我们在最后再放一个患者 给大家看好不好 我们来放一个肾脏病 肾脏病案例 2011年1月 因尿蛋白水肿就医 服用肋骨唇已超过三年 但症状并未改善 曾做过肾脏切片 左肾有部分硬化 目前全身水肿 且不良余形 腰痛到翻身都很困难 骨质疏松造成无法跑跳 2014年1月16号 第一次来基金会咨询 他留好一阵子 是几乎没有办法去上学 一个学期大概上个十天吧 五天十天都就没有上 他现在就正常上下学 然后之前没有办法爬楼梯 他现在可以自己上下楼梯 因为家里就是一定要爬楼梯 之前都是把他抱 没有办法 他现在是可以自己上下楼梯 然后他也可以骑脚踏车了 之前是也没有办法骑脚踏车 就一些孩子可以做的运动 他生病之前可以做到 后来都没有办法做 他现在又恢复了 所以可以骑脚踏车 后续追踪 病患透过正确使用原始点 使体力与症状得到良好改善 目前已经能够正常生活 与常人无异 2015年10月18日过12岁生日 2015年10月28日进行射箭活动 2015年10月28日蹦跳玩耍 2015年11月06日参观动物园 这个严不严重 都已经前身水肿 然后上下楼梯之前都是爸爸抱的 然后行动也困难 这个不就是跟我们讲的一样 前身无力了 是吧 然后又有水肿 真的会挂掉 这个不是不会的 那他妈妈这样 帮他前后调理几个月 10个月啊 可见这一个过程中 当然我们都是把它简化 我相信这十个月 都要付出很大的耐心跟耐心 这样才能够照顾起来 那你看打类固醇 越打还是越严重 所以到重病 你有些该进的就是要进 这些寒粮都进 然后慢慢把它用温补 然后他家人也愿意这样配合 那最后才有这么好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